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讲座 那首先我们要谢谢 HPX的社群创办人蔡明泽先生给我们的一句话 就是面对多变的未来记得要保持好奇勇气 这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乐趣 那这就是我的目录啦 就是我的讲座会讲到这些东西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我讲到会讲到哪些东西 那我叫做陈嘉宜 我现在就读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幼儿与家庭教育学系 那我同时也是一名公费生 那我觉得乐观跟正面是我的代名词 只是我永远都会很乐观 或是很正面的面对所有事情 那再来就是我坚持的理念 就是我觉得坚持不放弃 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人生价值观 因为我觉得撑下去就是你的 那我毕业于大元国际高中 而且我也是土生土长的桃园人 那我的人生转捏点是 就是我高三的时候曾经对未来很迷惘 那我那时候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 他给了我很多建议 那他给了我什么建议呢 就是那时候高三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 我这么认真读书 可是我 大学要读什么系啊 就我觉得我国文 其实并没有到非常突出 那我就没有想读 或是跟国文有关的中文系 或是语文系 那我英文也没有到非常的顶尖 那我也不太想要去读 跟语言有相关的科系 那我到底要读什么系啊 那那个老师就跟我说 就是读你喜欢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叫我不要以学科去选学校 就是 应该不是说我国文好像很好 那我就去读什么系 而是应该是说 我喜欢国文 所以我想去读跟国文有关的系 所以那老师跟我说 就是你喜欢什么 就读你想要的 那我觉得 虽然我国文跟英文 其实真的没有到 很好 但是我很喜欢小孩 我有一个喜欢小孩的心 那老师就说 那就为了你 你想要你喜欢的去努力吧 所以我想跟 就是看我影片的学弟妹们说 就是你要先 好好的了解自己 再去选择适合你的校系 那我希望呢 能够成为一个 持续保有热情的人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读的是跟教育有关的系 那其实 你一定要是对 教育保有热情嘛 那我觉得其实 不管是对教育或是对其他生活上的事情 都要保有热情 因为热情可以支撑你去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 那 这个是我讲座的主旨 就是我会告诉大家 我怎么从迷惘到 如何成为一位老师 那这就是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那我觉得他很小 但是他交通很方便 那再来就是 为什么我要选择 国北幼教系 就是这么多教育大学 为什么是国北呢 就是原本 我是希望能够离开家乡 学习跟独立 但我又不希望离到太远 所以我就决定 台北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因为我读的是教育大学 所以我希望能够到 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县市 去读书 那其实我从小啊 没有读过幼儿园 所以我对幼儿园有一个 幻想 我会很想要 直去了解幼儿园在做什么 那其实啊 因为我很喜欢小孩 那我小时候曾经就在家里 就是学着当老师在那边改考卷 真就是自己在那边模拟 但因为长大之后其实自己会忘记自己曾经有过这个梦想 那也是 高中的时候我再重新想起啊我曾经有想要当老师 那其实我是 家中排行老三 就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小孩 因为我 就是没有弟弟跟妹妹 所以我就很喜欢比我小的小孩子 那就是我有另外一个 读幼教系的目标是我想成为能够影响学生的老师 就像是 国高中 高中那个老师 跟国中我有遇到另外一位老师 他们都 就是 有启发我 所以让我可以 找到人生的方向 那教育大学跟师范大学 差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问题 我高中的时候也问过 那一位老师 那其实教育大学是以培育国小老师 或是幼教老师为主 那师范大学就是以培育中学老师为主 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学校就是有 失陪生 什么叫失陪生 就是你一进来你就是 准备要当老师 那其实我们有失陪系跟 非失陪系 那像幼教系就是失陪系 就是你一进来就是失之生 那非失陪系就有 自科系 但如果你进来的是失陪系啊 然后你如果不想当老师的话 在你考虑过后你也可以去找系主任去 去选择去退教程 那如果你是 就是你非失陪生的话 你退教程之后你修并 128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那如果你是失陪生的话 你就要再多修 其他的科目才可以毕业 那我开头有讲我同时是一名公费生 那公费生是什么呢 公费生有分为假案和已案公费生 那假案公费生是你在当初申请大学的时候 学校就会开出公费生的名额 那那个如果你以成绩考进来的话 那你就是假案公费生 你大学4年都会是公费生 那我的是已案公费生 就是在我进入大学之后 在 每年系上可能会开出名额 你再去征选 那什么是公费生呢 就是由政府去出学费培养老师 那为什么政府要出学费培养老师呢 因为我们会到偏乡去服务 那有什么资格限制呢 就是我们 最基本的是你的成绩 你要学期平均要在80分以上 或是 叫班牌 班牌前30% 那如果是假案公费生的话 在你当初申请进来 你可以看那个简章上面会有写 分数有没有什么限制 那为什么我想要申请公费生呢 因为我就是 实习之后我确定 我真的很喜欢当幼教老师 那我是很享受的 所以我就决定去申请公费生 那我们要怎么申请 以案公费生呢 就是 一开始你要先准备书面 资料 那书面资料可能就包括 自传 或是你的优异表现 那交了之后呢 就准备等面试 那面试除了你的自我介绍 然后 然后教授也会问你相关的问题 然后最重要是会有一个说故事的环节 那说故事有点像是就是你直接 教学就是你在教授面前教学演练这样子 那就是 其实真的是不简单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确定要考 当老师的话可以考虑去考下公费生 那我刚刚前面有说就是我可能会 分发偏乡 那我分发的地方是新北偏乡 那当公费生不是说你去个一年 你不想当老师我就走了 不行就是你要跟政府签约 那我签约的年数是六年 所以我必须要服务嘛 六年我才可以 就是如果我 不想当老师的话 我才可以往别的地方去 那他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毕业之后不需要教征 教征是什么呢 就是教师真事 就是 大家想要当公立的老师必经的一个考试 你就要去考试 然后去跟人家竞争 然后如果你成绩出来 你是正取 就代表你 考到老师了 那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呢 其实真的蛮小的 但是我觉得他很漂亮 那他的面积到底有多小呢 大家都知道台大很大 台大是我们国北的15倍大 甚至更多 那我们的 在我们学校在台湾面积 的排名是 第121名 那总共145所大学 所以都知道我们学校其实真的蛮小的 但小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上课很方便啦 就是假如说你上一堂课在 某一栋楼 你下一堂课要到别栋楼 其实走路 不会超过五分钟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平面图 就虽然他很小 但他应有尽有 有永建馆 有操场 有大楼 有 学生餐厅啊 其实都是有的 再来就是我们学校 真的交通很方便 捷运站走路只要五分钟 那我们也临近台大师大台科大 还有很多公车可以到达学校 学校门口就是 一个公车站 那叫做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公车站 其实真的很方便 那我们临近台大师大台科大的话 我们就可以 跟他们学校去 选他们学校的课 其实也很方便 再来就是我们国北附近 其实真的很多美食 还有就在 就是身为国北人必吃的 118项 118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学校旁边有一个项子 叫做118项 里面那一条 都有很多美食 这个就是我在国北附近吃的美食 所拍下来的照片 大家如果以后 就是有来读我们学校的话 就可以去吃 再来就是我们学校真的是 历史悠久 就是我们今年已经是第123年了 就是我们从日治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那做数呢 就是 大一呀我们都有保障宿舍 所以 除非你是台北或新北的学生 那 你是外县市的学生 其实都有保障宿舍 所以 大一刚进来就可以不用担心 那我们宿舍是6个人一间 那一个学期 差不多是8000多块 一个学期差不多是四五个月 那 我住 住外面 一个月都要6000到1万块 所以比外面便宜 还要很多 这就是我们宿舍的照片 是床都是在上面 然后底下是 衣橱跟书桌 这样 那我们有什么特色活动呢 第一个就是体育表演会 就是每年12月的时候会有体育戏去举办 那在体育表演会上面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 很厉害的节目 那像这张图片上面的这一个就是跌罗汉 就是 要需要很多人一起团结合作才可以跌出这么高的一个跌罗汉 其实是 很辛苦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学校梯队很盛行 那什么是梯队呢 就是有点类似 营队 然后我们是每年寒暑假会到国小去做一个偏向服务的学习 就是去国小待一个礼拜的 时间 然后让小朋友们在 这一个礼拜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梯队会这么盛行 因为我们是一个教育大学 可能很多人进来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当老师 那我们就是透过梯队 我们可以去学习 当一位老师 然后去进而了解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当一个老师 再来就要介绍我们系啦 我们系叫做幼儿与家庭教育学系 那我们一进来就是师赔生 也就是师资生 师资生 所以你一进来呢 你就是 以后毕业你就要去考教师 这要当老师的 那如果你在读的过程中确定自己没有想当老师就可以退教程 那什么是幼教系呢 就是我们是自立培育幼儿以及家庭教育专业人才 就是我们会通过很多课程去教导你 怎么成为一位 专业的人才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又叫系是一个维他命般存在 怎么说呢 就是你如果不吃维他命不会怎么样 但你吃下去会成为更好的人 就像是 小时候 如果你没有读幼儿园 其实 不会 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 如果你去读了幼儿园 其实会让你 有很多地方可以会改变 就像是我 其实也很想要如果回到当时我会很希望爸妈送我去读幼儿园 那幼教系的迷思呢 就是 你是要当保姆吗 还是你都只是在照顾小孩啊 其实我们除了照顾小孩还需要教导他们 很多例行性的活动 或是他们的道德啊 或者是 他们多方面的 才能啊 其实都需要教导 那什么叫做例行性活动 就像是你早来他可能会吃早餐 然后再来就喝水上厕所 然后再来就是 做一些学习区的工作 其实都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 你们是不是只能当幼教老师啊 错 其实我们除了当幼教老师之外 还有很多产业可以从事 然后后面会跟大家 详细说明我们有哪些产业可以从事 那幼儿园到底在干嘛啊 其实我们就是有通过各式的主题活动去培养 幼儿多样化的能力 好那这一张就是 某一个幼儿园的作息表示 大部分的幼儿园都是这个作息 那可能一开始会有成光活动 就是会有 到户外去做一些大肌肉的运动 什么叫大肌肉的运动 就是你可能会手脚啊 跑步啊 或是拍球啊 那种 运动 然后再来就有可能会点心时间 然后就是班级活动 班级活动就是 主题课程 就是 有可能你会想一个主题去 去维持就是去又以这个主题去 延伸许多小主题 比如说像我之前带的实习 那班的那个主题是 有关社区 在地化 所以呢我们就会以他们 社区去想许多主题 这样子 让他们更 让小朋友可以更了解 自己住的社区 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面貌 再来就是午餐时间 然后还有 故事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 睡午觉时间 其实 你 睡觉 睡午觉对于一个幼儿园 幼儿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通过睡觉 他可以 去 多 储备一些活力啊 或是 通过睡觉 他可以让他的心情 多沉淀 其实睡觉 其实有很多的 好处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要 我们有点心时间 然后起床的时候 他们会吃点心 最后就是众喉活动 众喉活动就是会到 各个学习区去做 就是每个学习区 可以做事情 那什么叫学习区呢 就是幼儿园的教室 会分为很多个区域 可能是有 益智区 或是美术区 或者是 伴儿娃娃区 伴眼区 这样子 那我们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充满爱的性 然后我们女生比例 比例非常的高 那我想跟 就是大家说 其实男生也可以当幼教老师 那 我 我自己觉得 就是像我们同学 可能有几位是男生 然后他们到幼教现场的话 他们在实习的时候 其实很多 很多学生都会 特别喜欢 男生的老师 一来是男生老师 比较 少数 比较少见 再来就是 因为平常看到的都是女老师 女老师的音调或者是 所带的东西 都 比较 女生 就是很高啊 或是什么的 但男生可能就会有另外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是觉得 男生也可以当幼教老师是 希望能够让性别 就是 比例可以平等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去 创造更好的 就是四肢的教学环境 所以是希望大家 就是不要有一些迷思 那再来就是我们幼教系都很喜欢小孩子 然后看到小孩子就会冲过去 那举个例就是 就是我们假如说你在一个球场旁边 然后看到一个小孩子很可爱 然后围在旁边的一群人 几乎都是幼教系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系上非常 就是著名的活动是 魔镜魔镜儿童剧团 那它是隶属于我们系上的一个剧团 那我们一年会举办一次盛大公演 然后还有一次会去 偏乡进行 小型的公演 那这个 剧团呢就是大一新生一进来 就会照你的兴趣去分配主别 然后就是 几乎全系的人就会去用心的准备这一年的公演 那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在 小型的偏乡公演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到桃园复兴乡的一个 幼儿园去表 去演一部戏给他们看 然后这张是我在演戏的时候 那再来就是我们幼教系呢 其实说到幼教系 就会想到精神总颈标参联 22届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每年会有运动会 那运动会的时候 就是我们全系最团结的时候 每一个系都会尽力的报名所有的项目 不管是跨栏或是 丢千球 丢千球 直填饼 或是跳远 其实都会有 我们都会有人报名去参加 然后 大一到大四都已经会出席运动会 然后去夺得精神总颈标 那目前已经才连22届了 接下来可能就有23届 这张就是我跟蒋杯拍照 精神总颈标奖杯就是 快跟我本人一样高了 那我们有一个最大 就是信仰很大活动 叫做幼教之业 其实国北有很多之业 比如说其他系有设法系啊 有设法之业 特教系有特教之业 那我们就叫做幼教之业 那之业我们在干嘛呢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 一样是大一到大四可能的 学章节目学弟妹会 去表演啊 唱歌跳舞啊 然后会有主持演戏啊 就是透过这个之业 大家可以去 共同筹备一个活动 然后去 表现我们这一年 所学会是我们这一年的 辛苦的过程 那这张照片就是我们 在 上一次幼教之业的时候 拍的大合照 那我们幼教系有什么资源呢 其实我们幼教系有很多资源 比如说什么奖学金啊 或是国际教的机会 那其实大家如果学弟妹 想进来我们幼教系 都可以主动去戏班问 有没有什么资源 你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们最大的就是 我觉得是我们的师资是 非常专业的 就是老师都是在幼教现场 或是 在幼教这个 地方 幼教这个行业 其实都是很专业的老师 那只是只要你想学 其实都会很热意的去教你 那我们有一个 这两年我们有一个 项目是德国参访幼儿园 就是会到德国去参访 一个 中德双乳幼儿园 那我自己本人有申请 这次的参访 然后也有幸运的被征选上 然后10月的时候就要去德国参访 那我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 见习经验 我可以开拓 我的新视野 因为可能以前 比较主要是学 台湾幼儿的教育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次机会去 去学习 国外的幼儿园的教育 这样子 那我们4年的课程 有哪些呢 分为幼儿 或是家庭相关课程 那大一进来当然会有必修专门科目 那必修专门科目 但我现在这里我举例有幼儿发展跟幼儿观察 就是最基本当你想要 当一个教育者 你必须要先了解幼儿他的发展 那大一暑假会有一个暑假见习 就是你自己去找一个幼儿园 你想见习的幼儿园 然后去拿 拿资料去给老师 然后去接洽 那个幼儿园老师 让他看他愿不愿意让你去见习 再来就是大二呢 我们有必修专门科目是幼儿教育史跟亲子关系 就是 其实你光是了解幼儿发展什么还不够 你还要 追溯到幼儿教育到底是怎么演变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开始说有学前特幼的课程 那什么叫学前特幼课程呢 学前就是国小前 就是所以叫做学前 也就是幼儿园阶段 那特幼是什么呢 特殊幼儿 然后所以呢 学前特幼课程意思就是说 幼儿园阶段的特殊幼儿的课程 也就是 以后我去 幼教现场 我可能会遇到 有特殊幼儿的小朋友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 休息 修这些课 来去了解他们的症状 那大三呢 一样会有必修或是选修专门科目 那可能最重要的是会有幼儿教材教法 那什么叫幼儿教材教法 因为我们当老师我们要写教案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课程去学习怎么写教案 那就是大三也会有很重要的是有一周实习 那我刚刚也有说就是我透过实习来确定当老师 那这一周实习 我后面会说我一周实习你在做什么 那大四呢 也会有必修的科目 会有幼儿学习的评量 然后 但是最主要就是会有很多实习 那我们有一周跟三周实习 然后也要准备教检 那我后面也会说明 这些实习是在做什么 那我们毕业后有什么规划呢 你毕业之后呢 你就要准备考教检 然后再来就是半年实习 然后再来就是教真 那教检就是教师检定 你通过这个考试你就可以拿到教师证照 然后再来就是去半年实习 那实习完后就要考教真 教真就是我前面有讲教师真实 那我后面也会再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幼教系跟幼保系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幼教系我们的全名叫做幼儿与家庭教育学系 那幼保系的全名叫做幼儿保育系 幼儿保育科 那我们幼教系呢 其实是有修教育学成的 就是你进来就要修教育学成 那毕业之后我们可以考教师证照 或是成为幼教老师 那我们着重在四到六岁幼儿的发展跟教育 那幼儿保育系呢 就是他毕业之后是为教保员 那如果他想考教师证照 教师证照的话 他要先去修有 教育学成的 大学 也就是像我们大学 是各个 大学 这样子 那他们主要要着重与幼儿的保育相关的 的事情 那我们未来有什么出入呢 第一个当然是幼教老师啦 那就是你考取教师证照 通过教师证事就可以成为一位老师 那如果 真的是说你是成为一个公立幼儿园老师 那如果你想成为私立幼儿园老师 其实你只要有教师证照 你就可以去面试了 再来就是保姆跟拓映中心也都可以去 也都可以从事 那我们大肆的时候会有 吃保姆课 那就可以透过修那堂课 来考保姆证照 那其他幼儿相关产业 其实只要跟幼儿有关的产业都可以 比如说惠本公司 幼儿桌游 教聚公司 亲子馆 其实都是跟幼儿有关都可以 这样 那我们毕业之后也可以进修研究所 其实很多老师在幼儿教现场工作几年之后都会 回来读研究所 一方面是可以透过研究所持续进修自己 然后 一直进修自己的教育观 一方面是如果你读完研究所你在 你的薪资会有所 改变 那幼儿教系带给我的是 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位专业的教育者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要学习全方面的思考 因为你要照顾一位幼儿 你要教育一位幼儿 不可能 只着重在 我只要读他的发展就好 其实很多地方要思考 那我们要想是 家庭教育如何成就一个人 或是如何成就一位幼儿 那幼儿园的环境 我们也是需要去 思考的 那还有他的情趣 或是发展 就是幼儿跟幼儿有关的 全方面的事情 我们都需要去学习 有关于思考 再来就是我觉得可以 时刻的保有一颗赤子 执心 因为你在 想活动 想交换的时候 你要想像 自己是一个幼儿 你不能想像自己是一个大人 因为 你要想像自己是一个幼儿 你才会 去知道 如果我这个活动给幼儿玩的话 他会开心吗 不是 透过这个活动 他真的可以学习到什么吗 什么样的 适合幼儿教系呢 喜欢小孩吗 当然要喜欢小孩 我觉得 就是最基本的条件 就像是 幼儿教系的门票 你如果不喜欢小孩 然后你要来读幼儿教系 然后你在念的东西 其实都是跟 幼儿有关 那我觉得你可能会 读的没有很开心 就像是我说的 你要保有热情 那要怎么样 对幼儿教系保有热情呢 就是你要喜欢小孩 那 我觉得还有就是想为幼儿带来影响的人 就是因为你不管是老师 或是其他行业 其实都是以 幼儿为出发点 就是 幼儿他今天 需要什么 然后 以他幼儿为出发点去思考的 所以我觉得你是想要为幼儿带来影响的人 那再来就是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第1个就是幼儿文学 它是一个选修课 我一开始会想学幼儿文学是因为 我想培养分析绘本的能力 那上课内容就是我每周会分析一本绘本 然后透过小组讨论 然后有可能会分析国内外作家的作品 然后有可能是英文或是中文的版 的作品 所以我可能每周就要分析那一本绘本 然后可能不是你看一遍 你就可以分析得出来 有的时候你可能要看10遍 20遍 30遍 你每看一遍你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那我们期末的报告呢 我们会分析一个绘本元素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 选定一个主题 想那个小组可能就选定一个主题 比如说我们主题是选数 可能数在很多绘本里面 绘本就是故事书 在很多绘本故事书里面会出现数 但其实大部分的人不会去想说 数在这本书里面有代表什么意义吗 所以我们就是去分析数在这本绘本里面 代表什么意义 那当然不可能只找一本绘本 所以我们就 借了很多很多根 数里面有出现数的书 我们就把它借走 所以我们可能借了 非常多的书 然后也看了 非常多的书 可能看一两百本的故事书 那透过学习这堂课 其实我可以知道如何挑选一本好绘本 当然我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马上变得非常专业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然后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文学观 那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老师 因为幼儿园里面 你的教室里面都会放很多的故事书 那小朋友都会去看 那如果你知道怎么挑选一些好的绘本的话 那你就可以 把它放在幼儿园教室 那小朋友可能在 就是 耳濡目染之下 他可以 培养一些他比较好的 他的 文学 官可能会 就是 是有这样子的培养 那再来 我印象深刻的课程是 幼儿律动教学 它是一个选修课 那我当初会选是因为我不太熟悉 手指摇跟律动那些 但是 在你在幼儿园当老师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做一些简单的肢体开发 就是可能大家会围一圈 然后去做一个律动操 那时候我们就 就是 可能一个人数八拍然后一个人做一个八拍的动作 然后 其他人要跟着那个人做动作 然后再轮到下一个人做动作 这样 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学习手指摇跟律动操 那上完这堂课其实我们可以在短时间 编出比较易学的手指摇 或是去改编可能幼教现场常用的手指摇 那什么叫做手指摇 可以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这是现在很多幼儿园都会用过的手指摇 就是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一个剪刀一个石头变成手白兔 那这是最简单的手指摇 然后 它其实有三段就可以在剪刀的布 然后再变成下一段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去改编 成你想要做的 就是手指摇 那其实透过这堂课我其实都能 学习到许多手指摇 因为可能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给你一个 新的很多老师在用手指摇 然后你要去改编 然后就是 或是你回家之后可能还会有许多新的想法 那我觉得是可以运用在 我在当老师的时候 第三个我觉得印象深刻的课程是 家庭沟通 那我当初我想学是 想要学习沟通技巧 它是一门选修课 所以你其实可以不一定要修 那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就是 可以学习人与人沟通的技巧 老师会实际的演练 要怎么沟通 比如说老师可能讲一句话 然后请一位同学上来 跟他 沟通 那可能 因为同学就是 不太那么专业 那老师可能就会示范 如果是他的话 他会怎么跟人家沟通 那我觉得可以实际运用于 自己的家庭 因为可能 你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 可能会有情绪化 或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跟家人沟通 那其实透过这堂课 我学习到很多沟通技巧 那我们就可以做更多有效的沟通 这样 再来就是我的课外活动 有戏牌 跟陶友会 还有关怀台湾吃工队 那戏牌就是我 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打排球 其实如果是 大远国际高中的学妹都知道 我们很喜欢打排球 那 所以我到了大学 我就加了戏牌 那我觉得排球是六个人的运动 所以你要学习如何团队合作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的运动 不是一个人特别厉害 你这个球队就 很厉害 我是觉得 六个人要一起 互相信任你的队友 那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我们上场前 我们会一起牵手走上那个场上 透过牵手去 让队友知道我是很信任你的 那我觉得不管是排球 或是其他方面 就是我们都要学习去 有一颗信任别人的心 当然不是说你 随便一个坏人你也去信任他 我是觉得你要自己去判断 而不是 越长大之后我们好像就 开始慢慢的越不信任别人 我是觉得 信任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一个沟通桥梁 再来就是陶友会 那我有参加陶友会 那 其实他就是一个 桃园人组起来的一个社团 那其实还有兰友会 或是云家会 或是高评会 大学比较多这种友会的社团 因为我们都是从不同个县市来的 所以可能你刚进来大学会比较 呃 孤单或是迷茫啊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就可以 同一会的学长姐就可以告诉你 一些 你应该做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聊 就是可以聊这我们 属于我们家乡的话题 因为大家都是来自 是桃园的国北人 那如果你要回家什么 你也可以 跟他们一起约着 一起回桃园 这样 再来就是我大学 四年最重要的一个 参加最重要的一个社团 就是关怀台湾志工队 那我们是从大一到大四参加到现在 那 我们社团有一个 很重要的是 墾丁梯队 那什么是 梯队呢 就是 我现在开始会讲 那我从大一的时候 当队服现在是一个领队 领队就是 我要带领一群人 回到 国小去服务学习 那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上 上一次 回到国小服务学习的伙伴 那为什么我们要当 就是要 初题呢 就是可以学习 如何当一个老师 因为可能大家刚进来交流大学 我不知道我自己 适不适合当老师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初题 去学习怎么当老师 然后也可以 练习解决孩子的纷争 这张照片就是我在跟一个小朋友 以一种聊天的方式去了解他的想法 那我服务的国小是台湾最南端的国小 而且他在 额卵笔的旁边 就是这张图片 这张地图上面 其实我们可能在最上面 然后那个国家在最下面 再来就是我出这个T 主要很深的感触就是我可以看着 小朋友长大 因为我每年 寒暑假 都回到那个国小 去做 服务学习 我们会 带活动给他们 那 可能我第一次去是大一 我现在已经大四了 我第一次去带的小朋友 现在可能 也要六年级 他准备要跟我一起毕业 我觉得这是 非常感动的一件事 因为我有点像是看着他长大的 感觉 那梯队我们要怎么筹备呢 就是我们会花半年的时间去准备 那我们的梯队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就是 我们会准备大地 或是RPG 或是运动会 就是一些活动 让小朋友我们参与 然后透过参与这些活动 让他们 就是在 玩之中 可以 学习 这样 那张照片就是我们 在 一个活动 叫做水大地的活动中 我们跟小朋友一起玩水 然后其实那时候是已经准备要拍照 我们跟他们说 小朋友我们现在要拍合照咯 但其实我们 就拿水桶在后面准备泼他们 可他们其实超级开心的 那为什么我从大一到大四到现在还要一直出梯呢 那其实出梯 没有很轻松 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为什么我要一直出梯 因为每一次小朋友都会问我说 老师你还会再回来吗 还会再回来看我吗 我都会跟他们说 会 因为我很喜欢你呀 我很喜欢这个国小 我很喜欢 带给你们 学习的乐趣 那 我觉得这是我对小朋友的沉默 所以我会尽力 在我的 尽我的能力 然后每一次都回去 然后带给他们新的东西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在 每一次我们都会有最后的活动 然后可能 小朋友或是老师会 分享感想 那我就是 看着 小朋友们 我就是 哭了 我只是看着老师们 我就哭了 这样 那其实我大学有什么经验呢 我有实习经验 或是打工 那我其实就是努力成为 很多方面的能力者 因为要当一个右脚老师 其实真的 不容易 那先说明实习经验 因为大学 很重要 就是我们系长很重要 就会很多实习 那我也是透过实习 更喜欢帮老师 那第一个实习 就是我前面有说到的 一周见习 就是我们大一暑假会到 一个幼儿园去见习 那那个 因为你暑假可能会回到 自己的家乡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找 你家乡 或是你想去的幼儿园见习 或者是 你在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 你觉得你认同的理念的幼儿园去见习 也都是可以的 再来就是我一周实习 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 可能大四上学期的时候 都会各有一次的一周实习 那一周实习是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到 那个幼儿园 然后那个班上去练习 当一个老师 那所以 那一个礼拜 就是你是老师 那幼儿园原本老师 可能就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或是在 你的教学上给你建议的角色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那一个礼拜 这都是你当老师 那我是 透过 这个 实习然后确定想当老师的 那就是我们要管理一个班级 不管是从例行性活动到主题活动 都是由我们去主代 那例行性活动就是我前面有讲的 就可能是 大家喝水啊 上厕所啊 吃饭啊 其实都是需要一些 规范去管理那个秩序的 那主题活动就是我有说到就是 可能会想一个主题活动 去培养他们的 的能力 那这张照片就是我在当 呃 在当老师 就是那个实习的照片 这样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解 然后就画图 那我觉得我是很享受这一周实习的 虽然一个礼拜可能真的会很累 每天都要想活动什么的 但其实我也是通过这个实习 真的 觉得 好像我很适合当老师 嗯 那再来就会有三周产业实习 在大山的暑假的时候 那什么叫产业实习呢 就是我们会到 除了幼儿园以外的 产业去做实习 为什么会有这个实习 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也不确他自己要不要当老师 所以他可以透过 去别的产业实习 然后透过 假如说 可能有脱英中心 或者是 本会本公司 所以就是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产业实习 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然后透过那个实习 说不定 除了老师之外 我们就可以到别的产业去上班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在 脱英中心 当实习的时候 会穿那个 维兜兜 那我们还有一个三周实习 在大四下 那也就是毕业前的最后实习 那那三个礼拜 你就是也不用去学校 你就是三个礼拜都待在那个幼儿园 然后当 老师啊 也是 像是一周实习那样子 就全部都是你 来当主导的老师 再来就是毕业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半年实习 然后你可以 也是选择想去的幼儿园 因为有的人可能就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你可以在家乡附近找你 嗯 你想要去的幼儿园去做半年实习 或是你可以选择继续待在台北 去做半年实习 这样子 那我们呢 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教师检定 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教师检定 你可以考取教师证照 那你一定要有教师证照 才代表你是一个老师 那我们系上的 通过这个教师检定的 其实通过率是90%以上 通过率是很高的 但是 不代表说 只要我读了国北幼教习 我就可以拿到教师证照 而是你要付出相对的努力 你一定要读书 然后是去练考古题 而不是说 我读这个系 所以我一定可以考到 其实没有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考取的科目就是会有 国文 或是教育原理 制作 幼儿发展与辅导 幼儿课程与教学 这四个 然后 每课满分100分 平均要达到60分 实际可能大家现在看好像有点看不懂 那解到 如果你真的进来的幼教系的话 之后系上的教授都会再跟你说明 那教师真是呢 就是你进入公立幼儿园当老师的唯一方法 就是因为公立幼儿园他的福利比较好 薪水也 很 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会想要去公立幼儿园读 公立幼儿园当老师 可是如果你想当 公立幼儿园老师的话你就一定要 去考教师真是 然后是 就是他是比试加面试 然后比教节还要更难 再来就是他是分区考教师真是的 就是 桃园 桃园市可能有自己的教师真是 新北台北可能有自己的教师真是 新竹苗栗什么的 就是你要考 想说你想要在桃园当 老师就要去考桃园的 教师真是 所以呢可能就每年到那个教师真是的时间 就会很多人带着行李圈台跑 再来就是我大学有没有什么打工经验 其实我打工经验非常的多 因为一来是要赚生活分 因为在台北 当然生活分是花费很高的 那再来就是我希望能够学习各方面经验 然后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因为大学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你最后的学生生活 除非你有医院在读研究所 那所以大学是我最后的学生生活的话 我就会想要从事一些 我可能以后做不到的工作 但我现在想要尝试看看 那我可能就有去咖啡店做过 或是补习班 或是有当过桌游的助教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因为我当初想要学拉花 所以我就去应征了咖啡店的供读生 然后也透过那一年的咖啡店 在咖啡店哪够的时间 我可以学习拉花 这就是我拉出来的花 左边那是叶子 右边是蜡笔 小心 那我在大学有什么心得与收获吗 其实我在大学一直都在找寻自我 那我有很大的心境改变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是 比起大一是 比较好的 那我大一的时候其实就是 比较爱玩乐 可能很多人大一刚进来都是这样子 就是 我刚上大学就是要玩啦 因为高中读了太多书了 所以压力到大学 大学大一就可能自然一直玩 那可能我现在大师 我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稳重 就是我觉得 会有这样的改变 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学习为自己负责 就是我 已经不小了 大二大三大四 其实 时间很快就过了 再来你就要毕业 你就要找工作了 所以我会觉得要为自己负责 然后开始会为自己的未来思考 那我会觉得 对我所负责的事情 我会尽力做到最好 那我的大学生活其实真的很充实 大一到大四其实每天都非常忙碌 那我想跟学弟妹们说的是 你可以选择你想过的大学生活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很可能很精彩 你可以选择你 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在大学去追求 或者是在大学你可以规划你的 大学 的生活 不然你可能会很容易迷失方向 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人生没有正确答案 就像是 你的大学没有正确答案 其实要靠你自己去探索 那最后想跟学弟妹们说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坚持梦想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 再长的路 一步步也能走完 再短的路 你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可能你看到一个梦想 好像很遥远 但你只要选择 愿意去 迈开你的步伐 愿意去为了你的梦想 坚持努力 其实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完成你的梦想 但是如果你只光说不做 你的梦想永远都是摆在那边 那只是你嘴巴说一说的梦想 你永远没办法实现 到这里 谢谢大家看我的讲座 好吗 还能继续说 me